那本来呢,咱们南方同学呢,每年过年呢,都喜欢涮个火锅,吃锅子吃挺好的,这时候呢,从北方呢,就来了一群人,哎,说你们这不对啊,过年那就点吃饺子呀,好吃不过饺子呀,你们怎么不吃饺子呀,你们吃饺子竟然不蘸醋,不蘸酱油,给我抓起来。 而且呢,中国人呢,这种木墙的心态呀,他会慢慢的幻化,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人呢,他会有一种代入感,他会把自己代入成秦始皇,把自己代入成这个慈禧,他会觉得你们这些藩帮,翠尔小国,弹丸之力,你们为什么没有朝贡心态呢,你对我们这些上朝天国来的人, 跟你同桌交流,已经很平等了,没有让你跪着,跪在旁边,一边跪着打话,已经很好啊,那你们想想,这样心态的一帮旅游者,一帮中国人,到了国外,他们对国外的一些东西的看法,那都是嗤之以鼻,你看看你们这基础建设,这从机场到酒店,这破破烂烂的,这外边,这楼为什么不推倒重建, 为什么不强拆,都是这种心态,都是这种人,你说这种人,你怎么跟他平等的交流,你说这种人,他能不受歧视吗,但是他不觉得他有问题,他觉得是你们有问题,你们不肯同化,不肯被断腾,是你们的问题,不是我的问题。 这种人,你怎么看? 谢谢大家